东宫是由菲我私存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原著有大量的粉丝 很多追剧的剧粉都是原著粉 下面小白就给大家科普一下东宫陈兴旭和彭小冉真相现场 这就是原著粉喜欢的原因 新人主演也能俘获观众的心 东宫中李承宁的扮演者是新人陈兴旭 小峰的扮演者是新人彭小冉 这两个人没有赵丽颖那么有名气 也没有陆海那么有号赵丽 可小白要说的是除了一些小瑕疵 两个人演技都不错 完美地还原了原著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活脱脱的真相现场 东宫中李承宁是一个有三面性的人物 他是那个草原上阳光的顾小五 陈兴旭演出的顾小五的阳光 特别是汉小峰的几个互动 无论是萤火虫还是草原上带天地 给我们呈现的就是一个开朗的大男孩 顾小五 李承宁第二面就是东宫中那个不学无术的太子 为了收敛锋芒 李承宁在皇后和高香面前 就是一个沉迷于爱情的傻瓜 她可以为了仗瑟瑟得罪皇后 陈兴旭也演出了傻里傻气的李承宁 让皇后和高香放心的东宫太子形象 李承宁的第三面就是赴黑太子 这个就更不用多说了 B站有很多陈兴旭饰演的李承宁内报的极景 大家可以去观看一下 小白最喜欢的镜头就是李承宁 当着顾剑师傅的面换头 简直就是在线版赴黑太子 这才是真实的李承宁 东宫中彭小冉饰演的小峰来自草原 是一个真性情的女子 她不习惯厉朝那些让弯弯的算计 她也没有恶毒的心肠 原本她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外族九公主 善良可爱还有爱人顾小武汉完美的家庭 可这一切都被李承宁公打单吃索打破 小峰没有家了 失去了爱人也失去了家人 喝下望穿水望情后的小峰又恢复了天真的性情 她的国仇家恨被望穿抽离 小峰在李承宁活得并不开心 可她愿意为了族人的安稳奉献自己的一生 彭小冉演出了不拘小节的小峰 伤心绝望的小峰 为爱情懵懂伤心的小峰 这个新人演员还原了那个原著中的小峰 特别是她起码一身红纱的装扮 就是书中那个灵气十足的小峰 还有彭小冉的鸭子袍小峰 少女感十足 作为一个东宫原著粉 我非常喜欢这部电视剧 制作团队对原著的把握度非常好 虽说是扩展 但是没有违背原著的人物性格 只是把原著中人物的形象都丰满起来 扩展了李承宁为什么新很手辣的原因 现在的IP改编剧屡屡碰壁 最大的原因就是把原著改的青蛙都不认识 像东宫这么还原的电视剧 还是会受到原著粉的追捧的 里面有很多原著真相现场 就像微微一笑很清诚 能成功就是因为还原原著 现在东宫又是另一个原著还原的模板 意识 感谢观看